那你覺得現在 因為現在樓市的產業有在臉書發文說 如果是張亞中當選的話 2022跟2024 國民黨就會成果 就完蛋 你怎麼看 現在好像鼓勵張亞中的聲音非常大 我想大家很擔心這個民調的關係真的會成真 主要還是兩岸政策 那張亞中之所以這麼受到這個強烈的支持 我要義軍突起 也是因為兩岸政策 那大家擔心也是兩岸政策 就擔心說會不會把國民黨搞得非常紅 把國民黨搞得很難選 因為現在民進黨都給你戴帽子了 說你是親中賣台 那如果張亞中他那麼積極的兩岸政策 會不會讓大家更擔心 那這個問題是張亞中必須要解釋清楚 張亞中必須要解釋清楚說他不是 他如果當選黨主席後他的兩岸政策是怎樣 他跟大陸的關係怎麼樣 他怎麼化解一般選民的疑慮 我覺得張亞中有責任要把他講清楚 他現在是就是因為大家被冠上這個紅派的這個帽子 所以他是想說自己可以把自己送去考機會 把他送去審查證明說自己的清白 你覺得他這個作為怎麼樣 來不及了嘛你現在今天已經禮拜一了 禮拜一就要投票了對不對 現在誰敢把他送到考機會 上次要送 他已經嚇死了 搞得軒然大破 所以這個不通啦 他自己要解釋啦 他要很清楚解釋 人家對他以前提出來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什麼一中銅錶啦 或是反正一些他的兩岸主張 他必須要解釋給大家聽 到底他的主張是什麼 因為既然有疑慮嘛 你就解釋清楚嘛